奶茶一番话黑不动了 一诺跟猫神都感动到哭了 他对低谷气的一诺说 哥带你夺冠 给我点时间去调整 对刚来的长生说 你可以夺冠 对亚运会选拔失败的猫神说 等你成为夺冠拼图的时候 我和一诺回来 我们就一起夺冠 我其实在过去几年的指教也是比较黑暗的 对 我觉得我还是可以分享一下的 就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 在低谷的时候是去可以去沉淀自己的 然后去找到一些可以让自己进一步的出口 然后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自己一定要挣能量 其实我当时快到亚运和来一季的时候 是吧 我自己当时是没有成绩的 我遇到的阴落是低谷气的 我今天的话第一件事情是 哥带你夺冠 给我点时间 给我点时间去调整 然后我第二个碰到的是长生 我就跟长生说 你可以夺冠 我说 后面的话不太便说 然后包括 Kate 我去开餐的时候 他是准备离开了 准备去老干爹了 然后我后来去押运的时候 我跟Kate说 就发微信 我说 你要好好加油 他当时已经失败了 就是回去打比赛了 我说你好 加油 然后 等你成为夺冠拼图的时候 我和Eno回来 我们就一起夺冠 然后最后就真的实现了 就是 当然这些事情是无法预知的 但是就是抱有一个良好的心态 他 可能就成功 那如果没有成功 我觉得总比负能量要做出的结果要好许多 就是 失败总是贯穿人生死终 那 就是 是有这么一句话 对了 这个是 我觉得保持正能量的心态 就是你在失败这些过程中总能获取一些成功 你又被